这些人不去盘外国也不去盘售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果子的售后问题 我们每一个果子呢都可以给到大家很好的售后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两个都是毕约于中南民族大学 然后它是17年毕业的 我是18年毕业的 然后我们都是本科的时候都学的是汉语言文学 这个季节就主要是猕猴桃 然后我们在这边主要就是主要做这边产区 就是浦江产区的就是它的主要水果的产品 然后比如现在就是猕猴桃 然后之后有什么柑橘类的爱源啊 啪啪干啊 丑菊啊 什么的 像猕猴桃的话 我们的种植面积大概是100亩左右 柑橘的话也是在100亩左右 过年的时候回家 跟这边的就是以前的同学聊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做这种电商 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成功 那觉得说是不是那我也可以 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家也种植猕猴桃和啪啪干 然后所以说过完年之后 然后我们两个就说 哎 那就回来尝试一下吧 就是说就是像他发的那个朋友片一样 就开始了特别的突然 平时会有那种想放弃的时候吗 哎 太多了 经常想放弃 19年2月份的那个时候 真的就是对于品质很不了解 就是完全完全的小白 就是什么是我们的初心 其实就是想说去做好的产品 但是在当时 就是到底什么是好的产品 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有把握 后来就想着说 哎呀 开始了 那就也经常有人问 那就继续坚持一下吧 然后再到再过一两年了 然后就开始做那个供应链了嘛 然后结果那个时候又赶上疫情 然后就其实还是比较有一些比较艰难的时刻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发零售嘛 然后有一个山西的姐姐吧 然后她给我发消息说 那个你们今年还发丑菊吗 然后她说 我觉得就比较相信你们 还有一个 客户有拍照片给我们说 这个是不是丑菊 怎么跟你们买的不一样 而且好难吃啊 你们发不发呀 然后就是 就当时觉得 还蛮受感动的 这也是我们能够多次想放弃 也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你的年轻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足 我们的经验可能没他们的丰富 但是我们可能 就是说看的问题 可能要在 就是说相当于在另一个层面 有一种有一些优势 她可以和当地的很多人去聊 去了解这些信息 那我可能就会多从论文啊 什么的这些 去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补充一下自己 业势转化为优势 比如我更多的跟农户 跟土地打交道去学习 然后她更多的是跟客户 跟这些在运营上去学习 去打交道 这样去分工 这样去会配合的 也还蛮默契的 年底 可能今年年底会领证这样 你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觉得别人的生活 总是值得羡慕的 就有时候就觉得说 就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不方便 但是只是说 我们就是互相吐藏两句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彼此在一起 就非常的有乐趣了 就是真的非常的 soul made 就是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总是可以很快乐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没有这样的感情嘛 也不可能坚持 我觉得人总是在迷茫吧 迷茫的时候可能就是 想到一个事情 就也许可以尝试去做 然后就坚定一点 努力去做 如果就算没有成功 也没关系 广告天地大有所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